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我要帮我姐姐问图腾身体的 1965年属蛇的 你姐姐啊 哎呀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5年属蛇的 哎呦 很可怜哦 哎呦 很长时间了 对 哎呦 他最早的时候 他最早时候发病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 他最早时候他嘴巴里还胡说的 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到了后来慢慢的爬一下子 身体就慢慢垮下来了 是的 鼓掌啊 最早的时候是个灵性上升了 灵性上去了之后 开始一直捉弄他 捉弄他 捉弄到最后 就开始让他这样了 让他受苦了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几岁啊 他现在是54岁 四年 还有四年就要走人了 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现在要救他的话 你只能 你们帮他担了 帮他念经 许愿 许大愿 然后放生 其实他活着也是很痛苦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现在看他讲话都不大会讲了 而且大小便经常试镜 哦 听得懂 听得懂 现在这个灵性老捏他的脖子 拉他的头 他经常会抽筋的 经常会自己 这样 我讲对不对 这个我不晓得 你们两个都不是他亲戚啊 是 你们良心倒蛮好的嘛 对不起师父 好了 跟他家里人讲一下 家里人不发怨 四年之后 一块十杯了就是 我告诉你 我讲人家 二十年之后事情 我都讲得准 十年之后 我都讲得准 两年 说他准 走就走 今天你们记住好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叫他家里人狂念 而且我告诉你 他家里人跟他 有一个人跟他非常不好 他上辈子做的念 你知道吗 我讲给你听 他是一个男的 上辈子 一个女的 他欺负了人家 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自杀的 现在死盯着他 这女的头发到肩膀 瘦得不得了 两个颧骨都高出来的 很难看的 经常拿头发 绕住他脖子 所以他的脖子 永远头抬不起来的 听懂了吗 听懂 这样师父 我们要怎么做呢 念经许愿放生呀 求菩萨保佑啊 化解他的冤结呀 这样子小房子 要需要多少张 放生多少 小房子一千三百张 这是第一波 第一波 好吧 放生要四千五百条 是 好吧 这样子功课呢 功课 他功课是吧 是的 功课 礼佛要念五遍 找人帮他念 明白了吗 明白 他现在心里都知道 很苦啊 非常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我讲话 他都知道 我刚刚叫他 你看动了吧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看 合掌了 看见吗 你要不要 台长救你呀 改不改呀 你话筒给他呀 改不改呀 改 现在有台长 你知道你上辈子 做念你知道吗 上辈子做念 你知道吗 嗯 你想活吗 想 你要心里要天天念 观世音菩萨知道吗 啊 谢谢 可能 而且天天跟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忏悔 我忏悔我过去 做错的事情 好 听得懂吗 好 你现在身上 经常晚上会有个人 到你身上来 你有没有感觉啊 我不能说一次做出不了 对啦 他经常 他经常弄你的头 我的手很肿啊 台长 我想救救我 你头痛啊 你知道吗 你自己头痛知道吗 你不要告诉我 你是他灵性哦 我现在已经 这个帮人家背了太多了 你好好的念 你一共要念 慢慢的念吧 叫家里人给他念 一千零八遍 礼佛大灿毁文 不是一天念的 慢慢念 好吧 好 我讲了对吗 大小便现在不好 腰整个都是弯的 你的心脏 有时候跳动 自己有感觉 有时候像停止一样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背传 你自己要记住了 你自己要记住了 有一个女的 经常到你梦中来 有时候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看见她 好像站在你边上 就是这个女的 是你上辈子欺负她的 你要忏悔 听得懂了吗 好 好 你要改了 你做梦没做到 做到过台长没有啊 做到过 做梦做到过台长吗 有早几天 我梦到罗台长 救到我 我就喊台长 你看看 救人可怜不啦 跟你说 一般的开持法会 来几个要命的人 台长一般的法生 都会先去救的 否则怎么救的好啊 好担安 台长是不是 你问她就知道了 台长是不是穿西装来的啦 我梦到是在 在法会 懂了 不懂哪一件法会 法会 法会们就穿西装的呀 我 我什么时候法会穿白衬衫来的啊 你好好的 菩萨救你 你心中要天天念经的 听得懂吗 念心经啊 好吗 心经多少遍 师父 每天念49遍 就关心意菩萨保佑你吧 好的 好吗 那现在 你这个灵性 现在告诉我说 他要弄你 把你两个腿弄烂掉 你现在是不是两个腿老烂腿啊 对啊 对的 鼓掌 他现在不愿意离开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记住了 男人现在活在这世界上 不要去欺负女人啊 你要把他弄死了 他死都不让 不放过你的 师父请 请师父救我 我救你 我不现在在救你啊 好的 你好好念经 许愿放生 你要拿点钱出来放生的 听得懂吗 好的 你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人给了你过 给过你一点钱的呀 家里人好像留一点钱给你的 有一个人专门照顾你的 有有 妹妹 嗯 拿出来放生 慢慢放 不要一下子放 听懂了吗 懂 好了 那个 那个女的经常坐在你 床对面一个椅子上 有靠背的 你床对面有 这个对面 鞋对面是不是有一个椅子 是有背的啊 房间啊 啊 就是房间 房间没有椅子啊 啊 你的床的对面 床的对面 有没有一个椅子啊 师父那个是 那个是 可以坐的 可以坐的 对对对 你家还是我家 我是坐给我妹妹的 这个你妹妹的 你知道谁经常坐在那里啦 就是你那个女的灵性 经常坐在你身上拉你啊 师父 你妹妹的 你妹妹坐在那里就流泪 我讲了对不对啊 对 好好念经啦 感恩 你四年过了之后 如果这个节过了 你就可以慢慢地恢复起来了 做一些话 做一些那个正常的那个 身体的那些 这个健康的一些疗法 可能会好起来 如果你这四年过不了 你就走人了 听得懂吗 那个你的要离开吗 他不肯啊 因为你上辈子跟他说的 永生永世不离开啊 他记住了 所以不要去骗人啊 师父救救我 现在谈恋爱 不能说永生永世不离开的 也不能说海枯石烂不离开的 听得懂吗 懂 师父救救我 感恩 那我现在 我现在给你 我也只能给你 加持我 我只能在两年当中 不让你太难过 因为你现在腿很痛 腰很痛 还有你的颈椎也很痛 师父可以加持你 让你这些都不痛 好吧 好的 感恩 如果你能听师父的话 家里有人帮你念经 因为你的妹妹和姐姐 什么都对你很好的 你如果让他们好好念经的话 到了差不多的时候 等到我明年 我每年新加坡来一次 如果明年 如果我看你念得不错 师父就跟菩萨讲 给你 给你严寿 好吧 好的 感恩 帮你菩萨感恩 来一下 好了 好了 好了可以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师父 感恩观师菩萨 感恩师父慈悲 感恩 好 好 好